雖然民眾環保意識提升 出門菜當時常在煮米國部茶 減少塑膠的使用 但因為傳統市場民眾和傳統的習慣 也就是以塑膠的為主 作成不少塑膠的使用到廢棄量 台南市環保局今年就跟豪博寮公佈市場 試辦塑膠的減量措施 整個外出一點對外生活用品的活動 今年我們環保局在台南市東區的虎博寮市場 推出了一個環保新時代的活動 那因為其實平常我們去菜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會發現大家拿了非常多的塑膠袋 那我們為了要讓塑膠袋減量 那所以我們今年呢 推出了這個環保新時代的集點活動 那只要民眾呢 你自己帶著你的購物帶去買菜 那我們可以拿那個集點卡 那集點卡集完之後呢 就可以換我們這些生活的使用品 雖然在現場 也是可以看到民眾所用所用的地方 但是也不會就有環保觀念市民 萬一自從隔壁來採港 為地球環境進行力 所以你覺得很好啊 你覺得很好啊 沒有一直很緊張 因為我們團體也都很支持這些啊 那我們也都要 要效仿 那因為全球暖化 氣候這個非常嚴重啊 其實 其實對傷害的就是 我們都很好 那對 本來就要愛護你 就要愛護自己啊 環保 減收的問題 是蠻接受的 雖然說現在在推 是很辛苦 可是 還是要推 讓 讓這個客人 每一個民眾 慢慢的去 接受 去改變習慣這個 自己拿環保帶來 環保局表示 對著高雷的民眾自備國務大 緊結合後悲療公佑市場主題會 提供環保 循環國務大作家服務 只要支付100元的阿京 就能借一個環保國務大 後悲幾十環保地消費民眾 也可以享用環保 輕鬆參加一張五個年 記者 中飾委 蔡鳳伯樂